各位,今天是4月20日星期三 又到我回到office 和大家更新港股的走势 今天恆生指數高開16點 到21,450點左右的位置 但要留意,過去兩天 其實跟我們的預測一樣 第一天恆生指數 星期一的時候,企穩在21,000點 跌到21,000點就即時反彈 到21,160點左右收市 上天的時候 在澳門和大家更新時放 看到恆生指數 持續地在高位企穩 這個預測都是中的 企穩在21,400點上 今天比起預期高開得比較少 原本預期看回新加坡外圍 似乎要高開百多點左右 到21,550點 不過暫時高開得比較少 預期恆生指數都是大漲小回 就算今天開得不多的時候 都不要隨便去做任何的造淡或沽空 留意中港股市 我繼續看好的 可以繼續留意一些內險 內地勸商 甚至乎短期來說 我看到內銀有一些轉號的跡象 有機會在很短線 可以跑贏大市 繼續支撐港股 在今個星期之內 應該可以去到21,500點級以上的水平 繼續留意 有長瘡的話 不需要過早去做一個自責 始終市房依然是非常之硬性的